哈喽大家好 我是宋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毛骨从丸撞鬼经 09年夏季版 故事三 撞邪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 男主阿红从事销售行业 这个时候又是上升期 所以他非常的忙 就连和女友吃饭的事件都很赶 这天的女友约出阿红 显然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他谈的 不过话刚到嘴边还没有说 就被他的业务电话给打断了 然而 怪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记得当时的男子是要了一杯咖啡的 不过当他打完电话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他要的咖啡 而服务员也对他称 他刚刚对自己说是不要了这杯咖啡 那时的阿红时间很赶 所以他也就没察觉出有什么不妥 晚上回家后 阿红忙了一天又累又饿 他就想问问母亲 还有没有什么剩菜剩饭的 想吃一口 可是母亲却对他称 他刚刚不是已经吃过了吗 看阿红不信 母亲还指了下那没来得及清洗的餐具 到这儿阿红才意识到 最近的确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一个他不知道的空间 还有另一个自己的存在 隔天阿红工作的时候 因为还在想着这件事 阿红还因此被领导狠狠的给教训了一顿 不过在几天后 阿红竟然又犯了一个更大的过失 那天他原本应该是陪课长 一起去客户那里谈试的 不料这天阿红竟然意外的睡过头了 但当他急忙赶到工作的地点时 阿红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这时课长向他走来打断了他 课长不但没有怪罪阿红的意思 还表示这次还好有阿红在 才能顺利的拿下这个很麻烦的客户 课长的话让阿红更加确信 他刚刚没有眼花 他的确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只是阿红不明白 为什么会在同一个空间内 出现一个同样的自己 而且这个人会不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正在随意做着他正在做的事 晚上回到家 阿红听到母亲好像是在跟谁说着话 此刻的阿红怀疑 那个另一个自己 现在是在自己的家了吗 自己的母亲是不是正在把他 当成了自己在对话 好奇心驱使着阿红 快速的来到了屋中 结果看到了母亲只是在打电话 母亲看到阿红被惊了一下 莫名的说了句 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可是这个时间是深夜 自己忙了一天才赶回来呀 但母亲接下来的话 就更让阿红震惊了 母亲称他好久都没有看见 阿红的女友了 他现在变得可真漂亮 还表示真没想到 阿红终于肯结婚了 这让他很是高兴啊 原来在刚刚 母亲竟然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带着自己的女友回家了 还对他称 他们要结婚了 虽说那个人也是自己 可是这感觉总是怪怪的 阿红是很想和女友结婚 但他可不希望 另一个男人帮自己办这事啊 于是第二天 阿红便把女友约了出来 想跟他说这件事 阿红对女友称 他昨天看见的那个他 不是现在的他 昨天要跟他结婚的 也不是现在的自己 不过这话说出去后 在女友这里就变了样子 因为他昨天 确实是和阿红一整天都在一起 而且阿红也向他求婚了 但这刚过一休 阿红就找到了他 对他说了这些 这让女友怀疑 阿红是不是后悔了 不想娶他了 因此惹得阿红女友哭泣不止 见女友根本不相信自己 阿红便把所有的罪过 全赖在了另一个自己的身上 晚上在路上 还真让阿红遇见了另一个自己 气愤的阿红连忙追了过去 想当面质问那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害自己 不过当另一个自己转身的时候 阿红醒了 原来是梦 不久之后 另一个自己 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帮自己做的事也越来越多 有些事情甚至都给自己搞得措手不及 然而阿红自己竟也在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神社这里 神社的高人看了一眼阿红 便看出了门道 于是他便想请阿红进里面坐坐 刚进神社的阿红便不假思索的向高人求助 高人听后就随口问了句 他的这个请求 正是来讲究竟是谁要求他帮忙的呢 见阿红一愣 高人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 笑了笑对他称 其实他比其他人更容易招惹到 所以才会弄到了这一步 不过这句话阿红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之后高人还是答应了阿红的请求帮忙做法 可是听到高人做法宋敬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阿红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舒畅了很多 在听到高人称已经没事了后 阿红除了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之外 他还有一些很哀伤的奇怪感觉 他也搞不清楚自己这是怎么的了 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红换了一份新工作 工资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时间却比以前多了很多 他不但和女友顺利的弯混了 还对人类的繁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那之后 另一个自己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每当他看到别人忙碌的样子时 他总能想起自己曾经的样子 当初的那个另一个自己的出现 可能是对他这个忙到失去自己的人 发出的一种警示吧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还是告诉我们 不管再忙 都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来照顾假人 否则你一旦忙到失去了自己 那可能也会出现另一个你 来帮你照顾你的女友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